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涡轮增压器 增压器声压控制A电路范围性能这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了增压器或涡轮增压器福特Powerstroke 雪佛兰 GMC Duramax 丰田 稻奇 吉普 克莱斯勒 大众等的配备OBDR的车辆 右括号点 尽管是通用的 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涡轮增压器和增压器是迫使空气进入发动机以增加功率的气泵 增压器由皮带从发动机驱轴驱动 而涡轮增压器由发动机排气驱动 许多现代涡轮增压车辆都使用所谓的可便挤和涡轮增压器 VGT 这种类型的涡轮在涡轮机外部有可调叶片 可以打开和关闭以改变增压压力 这允许独立于发动机转速来控制涡轮 通常 液片在发动机轻载时打开 并在负荷增加时打开 液片位置由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PCM 控制 通常使用电子控制螺线管或电动机 使用专用位置传感器确定涡轮液片位置 在使用传统的固定排量涡轮增压器或增压器的车辆上 升压是通过废气门或旁通阀控制的 该阀打开以释放增压压力 PCM 使用增压压力传感器监控该系统 参考此故障代码 A 表示系统电路的一部分出现问题 而不是特定症状或组件 无论发动机使用的是VGT涡轮增压器 还是传统的涡轮增压器 增压器 当PCM检测到增压控制电磁阀出现性能问题时 都将设置代码P0046 一种类型的涡轮增压器增压控制电磁阀 相关的涡轮增压器发动机故障代码 P0045涡轮增压器 增压器增压控制A电路 开路P0047涡轮增压器 增压器增压控制A电路DP0048涡轮增压器 增压器增压控制A电路高P0049涡轮增压器 增压器涡轮超速P004A涡轮增压器 增压器升压控制A电路间歇性 错误代码的严重性和症状 这些代码的严重性为中度到严重 在某些情况下 涡轮增压器增压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发动机损坏 尽快解决此代码是个好主意 P0046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增压不足导致发动机性能不足增压导致暴震和可能的发动机损坏 发动机检查灯亮起原因设置该代码的潜在原因有 增压压力 涡轮增压器位置传感器故障 涡轮增压器 增压器故障控制电磁罚 故障接线问题如果罚是真空控制的 则PCM真空泵会泄漏 诊断和维修程序 首先目视检查涡轮和涡轮控制系统 查找连接松动 接线损坏 真空泄漏等 接下来检查有关此问题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如果未找到任何内容 则将需要逐步进行系统诊断 以下是通用过程 因为此代码的测试因车辆而异 为了准确的测试系统 您需要参考制造商的诊断流程图 通过命令控制螺线管使用双向扫描工具更改位置来检查系统功能 将发动机的RPMs提高到约1200RPM 并在开核关之间切换电磁罚 这样做时 引擎的RPM应该改变 并且扫描工具上的传感器位置PID也应该改变 如果RPM波动弹位置 压力PID不变 则怀疑传感器或其电路有问题 如果RPMS根本没有变化 则怀疑控制螺线管 涡轮 增压器或接线有问题 要检查电路 测试螺线管的电源和接地 注意 进行这些检查时 应使用扫描工具命令电磁罚 如果缺少电源或接地 则需要追溯工厂接线图以确定原因 检查涡轮增压器 增压器 拆下进气口 以检查涡轮增压器 增压器是否损坏或碎屑 如果发现损坏 请更换设备 测试位置 压力传感器和电路 在大多数情况下 位置传感器应连接三根电线 电源 地线和信号线 测试所有三个都存在 测试控制螺线管 在某些情况下 您可以通过用欧母表检查其内组来测试螺线管 有关详细信息 请查阅工厂维修信息 您也可以使螺线管跳到电源和接地 以查看其是否可运行 特有什么原因 aret 멤�语 コ资标休者的警方 请查阅工厂维修行 发布 神 niño 对 可